昆营继续收听《物恋巅峰》第4094集 搞他们 外见杨雪和战无痕等人 取出早就准备好的一枚枚空间箭 发给那拦路的金灵伏地弟子 每一枚箭矢中都有十万开天单 数量不多就当是个洗钱讨个彩头 多点倒也不是付不起 只是这才刚开始 金灵伏地一家上百人 便花了千万开天单 后面还不知道要出多少 更何况人家也不靠这个 得了洗钱的自然是开口吉祥 道贺声不动 片刻后杨开从大殿中冲出 拦腰横抱着凤冠侠批 娇羞无限的血运 杨雪等人引着杨开上了楼船 负责引领方向和路线的战无痕 大手一挥号令到 出发 下雨就 雪月被安置进了楼船的一间厢房中 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 头上顶着红盖头 杨开还没来得及跟她说几句话 便被小妹死拉硬拽地给拖了出来 咱们现在去哪儿啊 杨开有些醉醺醺地问道 雪月被六母神君收为坐下亲传弟子 算是入了金陵府邸 其他人呢 杨开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安排的 但是她知道这是所有洞天府邸的一番好意 也是灵霄宫这边的筹备 她只需要乖乖配合就行 这大婚来得实在突然 她毫无心理准备 却是甘之如頤 到了就知道了 站在她身边的杨雪 抿嘴微笑 见得大哥成亲 她心里自然是高兴的 唯一有些遗憾的 还有几位嫂子不在身边 父母高堂更不在此地 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士气仓促 苏妍等几位嫂子人在祖地 父母在兴建 一时半会儿也请不过来 只能先这样走个行事了 等到日后再仔细补办 很快 宁静的楼船便抵达了第二处灵州 杨开在楼船上把眼一扫 只见下方以身形剑朔的八品太尚为首 两排上品开天 整整齐齐的队形 阻拦大典之外 人数虽少 但他们站在那里 却仿佛有千军万马之势 一下子便明白 这是哪一家洞天伏地的筑地了 大战天 也只有大战天出身的弟子 才有这般融资了 而且那位站在前方的八品太尚 杨开曾经也是留意过的 在与墨之王族争斗的时候 此人表现得极为凶悍 杨雪在他身旁轻语 大战天的霹雳神军 受了姬瑶嫂嫂为徒 尽管在经历了精灵府地那边的事情之后 杨开便隐隐有所猜测 可听到小妹这般说 还是对有些吃惊 洞天伏地这次可是大开了方便之门啊 雪月拜入金灵府地六目神军门下 如今姬瑶居然又拜入大战天洞天的霹雳神军门下 却不知其他几女又拜入哪一家洞天伏地 何人门下 洞天伏地这般做法显然是在抬高几女的身份地位 也是在给杨开表态 你放心大胆去封印那虚空庸道 若是能回来自然最好不过 若是不能回来 灵霄宫虚空地自有洞天伏地庇护 不需要你有什么后顾之忧 此间种种传出必是一段佳话 杨开领着迎亲队伍 飞身从楼船上下来 带到那霹雳神军面前 连忙攻守行礼 见过神军 霹雳神军上下打量杨开 微微汗手不够言笑 要去我大阵天的弟子 可不是容易的事 饺子做好准备了吗 有了在精灵府邸那边的经历 杨开哪儿还能没点心理准备 这一路迎亲必定不会太轻松 少不掉一些刁难 当然他们也不会太过分 不会真的阻扰他来迎亲 算是走个仪式 当即鼻孔朝天 一脸结号 神军放马过来便是 霹雳神军似笑非笑 有种 话落实把手一挥 身后立刻窜出七位开天镜 落地之时 瞬间组成杀阵 个个神色冷静 一脸杀鸡 口中更是爆喝一声 说 开天镜的气息弥漫 这几人个个都有六品的修为 六品正正好 修为低了 没有刁难的必要 修为高了 银星这边也打不过 灵骁宫的开天镜 基本上都是这个水准的 唯一一个七品 还被杨开使唤着回星界去了 杨开顿时摩拳擦掌 跃跃欲试 打赢他们就可以了 是吧 目光不怀好意地 在七人身上一一掠过 如同上古凶兽要觅食 饶是那七人出身大战天 自小被培养无所规矩的心态 此刻也忍不住有些心里发毛 眼前这位的诸多事迹 他们可是多有耳闻 远都不说 便是近处孤身一人 与那墨之王族共处百年 还活了下来 这一点谁能做到 杨雪哭笑不得 上前拉住杨开的胳膊 大哥你想什么呢 今天你大喜的日子 你还要亲自动手不成 心说大哥肯定是刚才 在精灵伏体那边 喝得有些大 这个时候受不得什么刺激 忍不住对六母神君 又是一阵埋怨 他们之前说好的 可不是那样 偏偏六母神君临时变广 他也没有办法 张无痕也道 迎亲之事自然是由迎亲的队伍出力 霹雳神君总算露出一丝笑容 你们不管有多少人随便上 打败他们才能把人带走 杨开左右看了看 黑黑一笑 哼 小瞧我灵霄宫啊 张无痕等人也是冷哼不敌 一个两个迈不上前 很快便围惧在杨开身边 人数不少 灵霄宫的六品基本上全都在这里 将近二十多回 足是大战天那边的三倍 彼此隔空对视 大战天七人神色莫然 丝毫没有因为人数上的差距有半点怯弱 足见心理素质的强盗 杨开抹了抹嘴巴 把手一挥 搞他们 身形晃动时将近二十位六品刷刷刷冲了上去 煞时间便将大战天七人围惧了起来 下一瞬 拳脚相交的声音不绝于恶 这个时候也没有什么谦让的必要 人家都说了随便上 也就一拥而上 早点解决 早点完事 只是一场性质 类似于切磋的必识 所以无论是大战天 还是灵霄宫这边的人 都很默契地 没有施展什么神通秘术 更没有动用什么秘宝 只以天地为力 催动拳脚之术 彼此对抗 人数上的巨大优势 并没有让灵霄宫众人视如破竹 战爵反而在第一时间 陷入了僵持之中 大战天那七人排列出一个莫名的阵势 七人之力竟能合而为一 故为计较 几乎化作了一个整体 这让杨开看得惊奇不已 这七人显然配合娴熟 也不知有多少年相处的默契 时而聚拢移处 时而扩张开来 竟让灵霄宫诸多六品 进退失聚 不过灵霄宫这些人 也不是吃素的 毕竟人数上的差距在那 而且他们晋升六品之后 个个都有数百年光阴的沉淀 再加上他们几乎每个人 都曾进入过一次洞天伏地的 小元界历历 如今的他们 小乾坤底蕴 早已不是刚晋升时能比 一场激烈的争斗 足足花了一炷香的时间 最终还是铁血大帝 战无痕寻得了机会 一拳破开了那七人连城的阵势 其他人见状一拥而上 将大战天所有人分割开来 不给他们再组成阵势的机会 这才艰辛赢得胜利 战无痕顶着一个巨大的黑眼圈走回来 抱拳道 幸不如命 那黑眼圈是被大战天 一个六匹一拳砸中的 杨开看得眼皮子直抽 微微汗手 主位辛苦了 转头看向霹雳神军 神军汗手道 算你通过考验了 伸手相请 多谢神军 杨开道一声蟹 冲进大殿 将鸡摇报了出来 楼船继续前行 第三战出乎杨开的意料 这居然是万摩天的注定 而败入万摩天门下的 赫然是欲如梦 要知道 杨开跟千和伏地有恩怨 与万摩天也是有些恩怨的 当初他立志直进七品开天的时候 正是以万摩天为首的几家洞天伏地 极力地阻扰 那叫提争的七品开天 更是亲自前往破碎天 最终逼得杨开 不得不晋升无贫了事 所有洞天府邸当中 若说哪一家杨开最为排斥 无疑便是万摩天 所以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万摩天居然会收下欲如梦 不过仔细一想 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欲如梦毕竟出身魔族 真的追究起来的话 魔域的所有魔族 都是万摩天的徒子徒孙 当初万摩天出身的陌生 流落一处乾坤世界 正是他肉身陨落之后 魔器的意思 才让那一方世界化作魔域 欲如梦败如万摩天 对他来说也是最好的选择 同样是一位八品海上 亲自收徒 换作魔杀神军 此时此刻 魔杀神军便领着万摩天 一群人拦截在大电话 那一个个万摩天弟子 身上皆是魔气森森 其中竟然还冲着杨开 黑黑冷笑 看起来就不像是什么好东西 杨开领着迎亲队伍上来建立 那魔杀神军上上下下 仔细地打亮了杨开几眼 伸手一指后方 人在里面 自己进去吧 杨开一乐 之前两处地方 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刁难 他还以为万摩天这边 也有所准备 按按摩拳擦掌 准备大干一场 却没想到事情竟这么简单 这是好事啊 连忙道义声线 急匆匆地进了大殿中 雨之后事如何 五殿巅峰 第四千零九十五集 我这次来意味着 你找到一个呀 我就是告诉你 舊在家里 什么地方 我这次来意味着 我看你 就像是一个只意味着 这次来意味着 我看你 是一个只想在家里